欢迎来到我们的人物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关注三个重要的新闻事件 首先海地自2021年总统遇刺以来 暴力和政治不稳定持续升级 导致超过50万人流离失所 其中55%是儿童和青少年 帮派扩大势力范围 社区面临高水平的暴力 包括枪击、绑架和性暴力 这对孩子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 接着我们来看美国的政治动态 特朗普和拜登即将在亚特兰大进行2024年首场总统辩论 这场辩论将在CNN直播 两位候选人都将面临来自选民和对手的严峻挑战 最后 肯尼亚总统威廉 鲁托在暴力抗议后撤回了新的税收法案 抗议者要求鲁托辞职 并誓言占领总统府 这次撤回法案被视为青年领导的抗议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ph 在海地首都太子港的一个教堂院子里 14岁的Juvens von Kolay和他的12岁表弟Samedi Luvens 正在参加心理治疗课程 画着他们梦想中的直升机 去年1月 他们被迫逃离家园 因为帮派暴力肆虐 烧毁房屋 射杀居民 抢劫财物 现在他们和800名邻居挤在这个教堂院子里 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联合国移民机构数据显示 自今年3月以来 海地暴力导致的流离失所人数 激增了60% 其中55%是儿童和青少年 帮派暴力不仅仅是抢劫和谋杀 还包括绑架和性暴力 甚至有婴儿在母亲面前被枪杀 心理创伤在这些孩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许多孩子因目睹暴行而出现心理问题 心理学家Claire Main Jean Pierre 正努力通过团体治疗帮助这些孩子 但资源极其有限 海地的医疗系统本已脆弱 暴力事件导致的医院关闭使得情况血伤加霜 The Independent 唐纳德·特朗普和乔·拜登将于周四晚上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进行2024年选举周期的首次辩论 辩论将在CNN的演播室现场直播由主播杰克·塔珀和达纳80主持 特朗普已经开始提前攻击拜登 称他为撒谎机器 并指责辩论将不公平 声称主持人会有偏见 拜登会使用兴奋剂 特朗普的团队还暗示他可能会在辩论前宣布他的竞选搭档 与此同时 独立候选人罗伯特·F.肯尼迪将接受电视《名人菲尔博士》的采访 白宫和共和党顾问透露 拜登在马里兰州大卫营进行了紧张的准备 而特朗普则依赖于他的精英耐力 这场辩论预计将与2020年大选前的两次辩论一样火药味十足 The Independent 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在抗议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并短暂冲进议会大楼后撤回了计划中的税收法案 该法案原计划引入新税 包括提高卫生产品和尿布的价格 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 抗议活动导致至少23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鲁托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宣布撤回法案 并表示将与肯尼亚青年对话采取紧缩措施 副总统李嘉西 嘉查瓜呼吁年轻人停止抗议 以避免进一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尽管法案被撤回 抗议者仍誓言继续占领总统府并要求鲁托辞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密切关注局势 并对动乱表示深切关注 抗议者认为这不仅仅是关于税收法案的问题 而是要求政治改革和鲁托下台 Yahoo US 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将在周四晚上的辩论中首次面对面 这是自2020年选举以来的首次对决 作者对这场辩论感到极度厌恶 宁愿忍受痛苦 也不愿意听这两个人争论 拜登和特朗普都被认为是无能且语无伦次的政客 依赖讲稿和提词器 公众对总统候选人的期望很高 尤其是在当前艰难的时期 然而 拜登和特朗普都不符合这些高标准 拜登的经济政策被批评为导致通货膨胀 尽管工资上涨 但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随之上涨 特朗普则被描述为一个自恋的暴君 尽管他声称赢得了2020年选举 但这些说法在法院和现实世界中都站不住脚 作者认为 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都不适合领导这个国家 The Independent 报道 前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在与一名冒充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的俄罗斯片子通话时被抓包 卡梅伦在视频通话中谈论了英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 特朗普和普京的入侵 卡梅伦表示 不认为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会在工党政府下改变 并称特朗普会支持战争中的胜利一方 这起恶作剧被认为是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操作 旨在分散人们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非法活动和侵犯人权行为的注意力 卡梅伦是最新一位成为恶作剧受害的高官 之前还有前内政大臣苏埃拉布拉弗曼和前财政大臣夸西科沃腾等人 Yahoo US 报道 拜登可能在辩论中主张特朗普的政策会加剧通货膨胀 尽管选民是否相信他还是个未知数 拜登团队认为特朗普的关税 减税和移民政策可能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 甚至可能引发经济衰退 16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公开信也警告说 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减缓美国和全球经济并重新点燃通货膨胀 尽管如此 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他在任期间没有引发通货膨胀 并计划在辩论中反击拜登对物价飙升的指责 拜登的目标可能不是在通货膨胀问题上胜过特朗普 而是提出担忧试图综合通货膨胀作为政治问题的影响 尽管如此 通货膨胀仍然是拜登在未来选举中的主要政治弱点 每日电讯报报道 BBC大选辩论中 李希·苏纳克和基尔·斯塔默展开了最后的对决 专栏作家蒂姆·斯坦利认为 苏纳克表现得像一个有效的反对党领袖 而前工党议员汤姆·哈里斯则批评首相措施良机 读者们在快照投票中 79%支持苏纳克 认为他在每个议题上都击败了斯塔默 甚至重新考虑对改革党的支持 读者基尔·毕表示 据CBC报道 加拿大自由党议员们在多伦多圣保罗选区补选失利后 呼吁尽快召开全国党团会议讨论选举失利的后果 一位议员表示 如果等到9月初再聚会 可能会写下自由党的复告 尽管一些部长公开支持特鲁多 但党内成员在私下表达了对领导层的不满 议员们认为 补选失利可能迫使总理办公室认识到当前战略和政策的不足 尽管没有议员建议强迫特鲁多下台 但普遍认为如果他继续执政需要进行重大变革 例如重组内阁或更换高级政治顾问 许多议员担心如果不进行调整 自由党在未来选举中将面临更大挑战 多伦多星报报道 乔·拜登和唐纳德 特朗普准备在竞选期间首次辩论 标志着美国总统选战的开始 辩论在亚特兰大举行 尽管时间较早 但预计将吸引数百万观众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马克·特鲁斯勒表示 这场辩论可能不会激起 对选战不感兴趣的美国人的热情 特朗普和拜登都将在辩论中 面临关于其能力和健康状况的质疑 特朗普可能要为其近期的34项重罪定罪辩护 而拜登则可能因年龄和经历问题受到挑战 特鲁斯勒预计拜登将强调其任期内经济复苏的成就 而特朗普则会集中火力 批评通胀和移民问题 加拿大人也将密切关注这场辩论 特别是两国关系和即将到来的贸易协定审查 特鲁斯勒认为 加拿大人希望看到邻国的稳定 美日电讯报报道 俄罗斯在一天内向乌克兰发射了近100枚 滑翔炸弹和数十架无人机 乌克兰军方报告称俄罗斯共发射了96枚滑翔炸弹 两枚导弹4000发炮弹和44架自杀式无人机 滑翔炸弹是一种从远距离投掷的空头弹药 能携带多达1.5吨的炸药 上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自6月初以来俄罗斯已向乌克兰投掷了超过2400枚 滑翔炸弹其中700枚击中了哈尔科夫地区 同时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高级军事指挥官发出了逮捕令 指控他们策划了针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长城轰炸 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呼吁欧盟在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接壤的边界上建立防御线 以保护国家免受莫斯科的军事和混合威胁 欧盟预计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安全协议 承诺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向基辅提供武器、军事训练和其他援助 日本时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决定解散议会并举行突发选举 将全球的注意力从另一场可能的政治地震中转移开 伊朗选民将在周五填补上个月因直升机坠毁而去世的总统莱西的空缺 尽管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西方的坚定反对者 但伊朗的政治在莱西上台后的三年间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根据伊朗宪法,候选人必须经过由神职精英主导的监护委员会批准才能参选 在2021年,莱西的胜利归功于监护委员会拒绝让任何强烈反对哈梅内伊的候选人上榜 日本时报还报道,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为5.3% 虽然超出了预期,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仍在整体经济管理上面临挑战 曾经有人认为,中国经济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但疫情后的经济放缓让这种预测变得不那么确定 中国正面临持久的房地产衰退 隐藏的地方债务问题以及低迷的商业和家庭信心 同时还有通缩和产能过剩的担忧 虽然这些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习近平政府 因为它继承了前几届政府的许多负面遗产 但解决这些问题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Yahoo!US的文章详细总结了2024年NBA选秀的第一轮 描述了选秀中的赢家和输家 法国成为最大的赢家Zachary Rissacher和Alexander Sarr 分别被亚特兰大老鹰队和华盛顿奇才队选中 T.Jane Salon也在前十名中被夏洛特黄蜂队选中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三个非美国国籍的球员在前十名中亮相 纽约尼克斯队则通过一系列交易和选秀操作 成功引进了Mikhail Bridges和OG Anunabe 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竞争力 布鲁克林蓝网队虽然失去了Mikhail Bridges 但通过交易获得了未来的选秀权 开始了全面重建 然而蓝网队短期内可能会面临艰难的赛季 美联社的文章讨论了中国电动车制造商 可能通过在墨西哥设厂利用北美贸易规则 将低价电动车进入美国市场的威胁 这种情况可能对美国汽车行业构成重大威胁 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电动车的价格 仅为美国电动车的一半左右 文章指出 美国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应对这种威胁 包括对中国电动车实施高额关税 利用国家安全理由禁止中国电动车进入美国市场等 尽管如此 这些措施可能面临法律挑战 文章还提到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协议 可能成为中国电动车进入美国市场的一个漏洞 如果中国车企能够证明其在墨西哥的组装过程 对车辆进行了实质性改造 则可能仅需支付2.5%的关税 悉尼尘风暴对电视剧The Bear的第三季进行了评价 称其依旧紧张 忧郁且精彩 第三季的开头像是一次长长的叹息 卡米在餐厅内反思过去的错误和他的过去 第一集几乎没有对白 充满了精美的食物 准备镜头和忧郁的配乐 第二集则回归了紧张的节奏 卡米和李奇之间的争吵成为亮点 第三季的主题是团队如何使餐厅成功 家庭的重要性也被强调 剧中角色的背景故事得到了更深入的挖掘 如马库斯的母亲去世和卡米的兄弟米奇的回忆 尽管剧中充满了悲伤 但也不乏喜剧元素和温馨的家庭时刻 总的来说 The Bear 继续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角色刻画吸引观众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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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ãy subscribe cho kênh or share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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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cation Specificall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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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